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三款 算是游覽車或巴士的 算是塗裝而已啊 也沒什麼特別的 其中一款算是比較新的啦 2017的那個編號20號的 都雲巴士啊 然後就先從20號開始介紹好了 有附一個貼紙 還蠻多的哦 多雲巴士有附貼紙 本本不貼 其他不貼貼紙的車子素組 素體是這樣 上面是這樣 注意看那個風扇還蠻大的 然後日本巴士跟台灣的巴士 最大不同就是 我們都是從這一邊上車 我們是因為我們是左駕嘛 所以我們是靠右行駛 因為他們是所謂的右駕 所以他們是靠左行駛 所以注意看他們 上車的兩個車門 跟台灣是不一樣的啦 後面是這樣 前面是這樣 車體是這樣 車底是這樣 2017的車底 算是新的車底 這是編號20號的 都雲巴士 我之前有一次跟我朋友去日本 我超搞笑的 我在那個 所謂的巴士上 我們去 我們去哪裡啊 我們去 我們去那個叫什麼 我只記得是竹之士 我連去哪裡都忘了 黑哥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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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叫什麼 黑哥啥 我真的忘了 我只記得是竹之士 竹之士 竹之士 那是哪裡啊 上野 不是上野 呃 香北樂園的那裡 香北的那邊叫什麼 突然間忘了 忍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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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忍 不管啦 然後下一個要介紹這個 直接帶過 下一個要介紹是編號42號的HARD雙扇84 他們好像是84都有附貼子 這個也有附貼子還蠻多的 然後車子是這樣 側面看是這樣 上面看這邊是鏤空的 然後注意看因為後面這個皺褶就是 所謂的那個伸縮型的那個斗篷 它可以從後面可以縮到前面 當然它透明其實都不會做到這個程度 然後注意看這個位置這邊就是上下樓梯的地方 車子前面是這樣 它裡面前面車子的部分也有 前面駕駛座的部分也有做出來 算是一個還蠻不錯的商品 車面是這樣後面是這樣 我們台北的那個雙扇84 其實有興趣的朋友可以考慮這陣子去做 因為我發現它最近好像 不知道是不是營運不利 它開始推出各種各樣的優惠 以前都要幾百塊的東西 它現在只要99塊就可以去做 然後它也有所謂的台灣版的特別版商品 就是它那個雙扇84台灣版的塗裝 然後它的 比較可惜就是它的塗裝並沒有像 多美汽車這麼小 它是用直接大台的車去 去改的吧 算是1比72還是1比70幾的我忘記了 比較小 其實我真的覺得 它如果願意它可以跟TOMICA接觸 合作 推出台灣版限定的TOMICA雙扇84 也許台灣真的可以賣 然後下一台這個要介紹的是 編號72號的JR日本東北84 是紅色的車體 上面是這樣 側面是這樣 前面是這樣 這就沒有雙扇84的設計了吧 然後這邊有JR大大的LOGO 後面是這樣 車底是這樣 車底的部分有講是 2005就有的車底 所以沒有改過 上面是這樣 轉一圈 然後這是本人最近所入手的三款 巴士或遊覽車的TOMICA汽車